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木头样本目前就收藏在雪兰儿的大马森林研究局内 可别以为它们只是普通的收藏品 它们可都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古墓 趁着今天世界森林日 大马纪录大权委员会在今天正式颁发了六项新纪录的证书给森林研究局 当中就包括全马最古老的木材样本 全马最大的木材样本 以及全马最长的无障碍森林走道等 在去年丰富的热带研究排行榜上 我国的排名就从2010年的第1129位 飙升到去年的第546位 森林研究局表示 我国多年来不断进行热带雨林的研究工作 如今终于看到一些成果 只不过当局认为 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仍有待提升 尤其是民众经常在森林或公园活动之后 都会留下不少垃圾 这对大自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因此他们除了努力进行宣导工作之外 也将在4月21号地球日当天举办植树活动 邀请民众带着一家大小一起来种树 加强国人的环保意识 拯救地球家园 RTM杜文杰采访报道 我是刘正夜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上 我们明天再会